韓國瑜被視為藍營的非典型政治人物 沉積政壇多年 前年參選高雄市長掀起韓流 參選總統主打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草根形象令他成為新一代的藍營天王 但他也捲入不少爭議 韓國瑜前年以軍歌夜集 作為競選高雄市長的主題曲 再以出征參選總統 但這個國民黨人氣王 過去曾經是黨內不起眼的邊緣人 韓國瑜93年當選立委連任三屆 2012年底他受邀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 他17年辭去北農職務 參選國民黨主席敗選 之後被派駐高雄擔任黨部主委 第二年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 韓國瑜以賣菜狼之態打發財牌 奪取民進黨執政20年的高雄市 也都帶動國民黨九合一選舉整體選情 高雄市市長韓國瑜 人氣居高不下 上任市長之後就被關注會不會參選總統 去年5月宣布願意被動納入黨內初選民調 我準備承擔任何重要職務 為了中華民國不是反正對抗 韓國瑜雖然最終在民調勝出 但是國民黨就出現分裂 去年3月訪問港澳和大陸拜會中聯辦 在台灣引起爭議 對於香港的反修例風波就被指表態太慢 他說自己被惡意抹紅 強調主張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 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台灣絕對不能實施一國兩制 台灣人民沒有辦法接受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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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my dead body 敗選總統之後韓國瑜回到高雄市 作風漸轉低調 對於團體發動罷免他 韓國瑜多次呼籲 給他和國民黨執政機會 全力發展台灣經濟 無線電視記者 線紙報導 到